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案情发展 高潮迭起 不但让华为卷入间谍遗云 还让加拿大和中国爆发外交大战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两国互相发布旅游警告 中国除了逮捕两名加拿大人 还判处一名加拿大籍毒贩死刑 遭质疑 全都是为了报复 不过 真正的主角美国 终于在星期一登场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美国已经告知加拿大政府 计划推进正式要求引渡孟晚舟 这场外交大战 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呢 你好 欢迎加入今天的环球话题 一月底就是美国向加拿大政府 申请引渡孟晚舟的最后期限 现在算起来不到十天 在美国表明会启动引渡申请之后 中国外交部马上开跑 就谴责美加两国滥用引渡条约 同时还敦寸美国 要美国纠正错误 不要引渡孟晚舟早日放人 是 中美加三国的外交风波 究竟会如何发展下去 又会如何落幕呢 那今天就趁这个环球话题 我们来问一下战略与国防研究员 先欢迎中华 好久不见 中华你好 那我们看到孟晚舟的事件 发展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终于看到美国方面说话了 会提出引渡申请 之前加拿大驻美国大使 曾经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就不要让他的公民受到惩罚 我们也看到现在关键点就是 加拿大会如何处理这个引渡申请 会不会为了自保拒绝美国的申请呢 还是他两面都不是人 首先这个问题是有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是所谓的法律的层面 第一个是政治的层面 当然以美国和加拿大的方面来看的话 是个法律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是 这个只是有关这个法律的问题 没有必要参入 加入一些所谓的战略博弈 政治的因素加入来谈 但是从中国方面来看的话 这个完全不是个法律的问题 它是一个政治和战略的问题 因为在国际通行的方式就是 一个国家的国内法 它是不能在国际上执法的 比如说我不可能在马来西亚 我执行 我禁止美国 例如他们吃麦当劳 然后美国就要执行这个法律 这是不能执行的 就好像这个 美国他使用上国内法来制裁那个华为 或者他的那个子公司 但是在其他国家 我们是有权去拒绝 就加拿大这方面还是有权利说不顾 因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他拥有至高无上的 那些权利可以拒绝 比如说马来西亚那个 阿旦杜亚的凶手 他现在被扣留在那个澳洲 马来西亚一直在申请 把他引渡回马来西亚受损 但是那是澳洲仪 如果他送回来马来西亚的话 他可能面对死刑为理由 拒绝他引渡回马来西亚 这是合理的 合法的 对 所以澳洲可以拒绝 马来西亚的引渡要求 所以加拿大也是一样可以的 所以它只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那如果说现在美国 正式提出引渡的申请 其实加拿大也有30天的时间 去决定是否要 就是案件是否受理的 就算是开庭审理之后 批准引渡孟晚舟的话 那孟晚舟其实也是可以提出上诉 总之就是整个程序 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的时间才会完成 短期之内 几乎是肯定不会落幕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是美国乐于看见的吗 还是说其实中国方面 现在这个结果眼下 还可以有怎么样的行动 当然这个事情是 好像刚才我谈到 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当然最终的本质 它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加拿大就说是 我们就不如让一切法庭 法律的程序让它进行吧 当然这个孟晚舟 他有权利在这个30天之内 那个公诉里面提出上诉 或者是听审的时候 提出他自己本身的理由 然后就把这个官司 继续打下去 但是这时候 很多时候其实是 因为它涉及了一个 外交的问题 基本上加拿大政府 它可以施加一些 某一些的特别的压力 让这个法庭的程序就脱钩 然后就释放掉那个孟晚舟 但是这个就要看 这个中国在打这个孟晚舟的牌 或者是打其他牌的时候 可以用到什么样的筹码 跟这个加拿大做一个交换 当然 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人质外交是存在的 是成立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加拿大它自己本身 是拉拢其他盟国来 去和这个中国搞一个对抗 但是中国是非常的沉着 然后是稳定的 其实对中国方面来说 也是一次很大的考验 怎么样处理孟晚舟事件 对 因为在中国 他们在过去 不曾有一个这么高级别的 所谓的人被外国政府扣留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最大的考虑 特别是在习近平 他从出去上台过后 他在他们党的宣传之下 中国取得非常巨大的成就 然后他们曾经是有谈过就是说 这个中国梦 强国梦 然后甚至是在前年的时候 他们有大力吹捧一个电影 叫做这个厉害了我的国 所以就让这个中国的民族 跟他的人民 有一个很强大的思维 就是说是中国已经强大到一个地步 但是怎么突然间 遇到这个孟晚舟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很无力感 这可能是对这个中国政治本身 他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 跟backfire 当然这个也考验这个中国 要如何去处理好 这个和这个西方这个国家 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谈回这整个风暴的中心点 华为 其实我们知道说去年 其实整个发展是很好的 去年第二个季度 已经超越了苹果 成为全球手机市场中的第二位 就是仅次于三星而已 然后今年其实他们本来 也是雄心万丈的 放眼说在今年年底 就要成为全球的第一 那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对华为来说 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甚至他的创始人 在前几天就说了 他说华为的员工 要做好准备要过苦日子 所以被卷入风波当中 华为这样本身 他其实也就是一个 不太单纯的企业吗 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个华为 他们对这大挑战 不是在于那个手机销售量 是有多少 其实那个是 其实不是他主要的业务 华为主要的业务 是做那个通信的基础设施 或者设备的提供 他们是一个 supplier 所以在这方面是 他们面对还是最大的考验 他们现在是被各种各样的国家 美国拒绝 然后被一些美国的盟国 澳大利亚 澳洲拒绝 所以他们就面对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是 这个其实这个也还算是其次 他这个华为对他来说 其实最大是在于 他们基本上那个Core 那个研究R&D的发展 比如说他们其实 他们一直觉得就是 最大的那个阻碍是 那个芯片 chipset跟那个processor 他们这次方面一直受制于 他们的国内的研究水平不够高 然后是很多时候是 也需要和外国合作 来提醒他们这个 收集里面的心脏 就是这个芯片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华为 如果真正要打倒那个Apple 成为真正那个领头羊 这个芯片的问题 难道要解决 当然第二个就是 华为它是一个硬体生产商 然后第二个就是 它没有软体的 然后Apple它厉害之在于 不单是这个硬体 它就是另外一个叫iOS 所以这个华为它出了这个硬体 那个芯片问题 它也要在那个软体上 可能要再多发尾 才能真正坐上了 龙头八足的地位 是那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这个通讯设备 很多国家都已经 就是说我们拒绝用 他们的这个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的指控就是说 可能他们滥用这个科技 照你来说 这样的指控成立 对啊 也没有这个确切的证据 到今天为止 现在这一刻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提出正式的科学的证据来说 这个华为涉及间谍的行为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了 然后不单只是如此 其实华为在马来西亚 有非常广泛 很深入的这个业务 和那个和马来西亚的电信 通讯商的合作 所以如果真的 真的是一个间谍的业务 不单只是危害到这个其他国家 当然马来西亚也是受影响 当然马来西亚就好像前几天 那个我们的首相 马哈迪他有说到是 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证据显示 这个华为有侵犯到 或者是伤害到 马来西亚的国家安全 没有这回事情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 害怕这个5G呢 当然就是 因为过去从1G到4G的时候 都是由那个欧美的 那个通讯商来发 来主导 然后这次是 完全是他们的假想敌 是他们的对手 或者是他们的敌人 的中国主导 他们觉得是非常的 难受 不能接受 当然为什么 这个会上升到一个国家安全的地步 就是因为 这个5G 他会不单只是民用而已 很多政府的那些应用程序 都会基于5G的网络进行 可是在军用网络方面 是不会用到这个技术 因为军用网络 是完全是和这个民用 是完全是隔开的 主要是在政府机构 在政府机构 他就有一些民用 所以他们欧美 一路入国家就很担心这一层 当然是除了5G之外 这次是有这个华为 不是说他完全主导 是说的是他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角色 但是他们欧美国家最担心是6G 现在是5G 已经差不多是给那个华为拿了半壁降三 然后如果是6G 岂不是就有整个华为主导整个世界吗 我们最担心是这一层 所以现在这个冠结眼上就能够阻挡得了多少 就先拦下来就是这样子 对 我们看到2019年才开始没有多久 其实华为的巨头们都已经是先后公开发言了 就连向来是相当神秘低调的华为创办人 任正非他也出来说话了 但是显然的华为的危机 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解决的了 而且目前这个关口 先看美国什么时候 会正式的提出书面的引渡申请了 今天我们谢谢嘉宾中华 谢谢你 谢谢中华 是踏入2019年了 但是中东的局势依然动荡 以色列瞄准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基地开火了 至于英国方面 梅宜提交的脱欧替代方案 这份替代方案会不会获得议会通过 而英国最终会不会无协议脱欧 广告回来继续环球透视 欢迎回来 说到中东国家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没完没了的袭击还有战乱 而最近中东地区的冲突再次升级了 之所以说升级是因为向来对于外界的批评和指责都不为所动的以色列 这回更加的肆无忌惮 一改闷声开火的习惯高调宣布空袭了叙利亚境内 而目标是伊朗的军事设施 至于面对以色列持续空袭的叙利亚忍无可忍还击了 但是以色列并没有因此而罢休 继续对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展开报复性的打击 美国才在上个月宣布 要从叙利亚撤军都还没行动 叙利亚局势便恶化起来 以色列这一个月来 多次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动空袭 虽然叙利亚成功发现并拦截大多数导弹 但还是无法避免死伤 向来给人被动挨打印象的叙利亚 也终于选择还手 从边境地区朝乙方控制的格兰高地区域发射导弹 乙方成功拦截之后 再次对叙利亚军阵地启动报复性打击 这一来一往攻击行动的同时 以色列也一改以往的模糊立场 连番承认近来多次空袭叙利亚 直指目标是叙利亚背后的伊朗 要阻止伊朗在叙利亚扩展军事势力 承认空袭叙利亚之余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也表明 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系统 是永久政策 并要伊朗因为威胁摧毁以色列 而承担后果 这个卫物商领化了 决装欧的力量 是推出了于苗洲 在叙利亚出盖 而且开始表现了 向伊朗 我们自动的盡量 在伊朗 Kendội 说 看起来 西方的 hope 和伊朗 造成了 在心理亚 然而这一来一往的互习行动 苦的还是民众 大家也只有继续祈求 没有炮火和硝烟的日子 尽快到来 下来把战场转到英国去 英国政府过去两年和欧盟谈判达成的退出协议草案 上个星期在英国的下议院被否决之后 大家都在期待英国首相特里沙梅 他承诺会在星期一提出的后备方案 到底会是什么 谈了那么久的这个协议都被否决 短短几天之内又怎么可能会有什么 令人惊喜的Plan B出现呢 那美伊在向议会提交脱欧协议的替代方案时 表明不排除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 同时也不会延长里斯本条约第50条 更不会寻求第二次的公投 说起来这更像是对Plan A的修正 不过他就强调了自己还会继续和欧盟谈判 特别是正在和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等等的党派 针对脱欧之后爱尔兰边界的问题内容进行协商 有分析说美伊的新计划是打算再取得 欧盟更多的让步 借此来一堵输赢 距离英国脱欧还剩下不到九个星期的时间 英国还没有取得共识 特里沙梅二十一号在下议院 提交退出欧盟协议的替代方案 重申了Plan A的几个重点 当中包括不会再次举办公投 他努力说服下议院承诺会和欧盟 进行谈判 还表示自己正在和英国国内一些意见相左的两派协商 其中包括脱欧之后的爱尔兰边界问题进行协商 包括寻求和爱尔兰订立双边条约 取代脱欧协议里涉及北爱尔兰边境的担保方案 爱尔兰边境问题一直是脱欧课题谈判的关键 南部的爱尔兰共和国是欧盟国家 北部的爱尔兰地区是英国的一部分 目前两地的人员和货物可以自由流动 但是脱欧之后 两国边界将会变成欧盟区与非欧盟区边界 以目前的情况看来 美伊还无法出示一个可以在议会获得通过的方案 英国脱欧第50条款延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它没有排除推迟英国脱欧的可能性 而各党派也在给美伊施压 他们提出一个新方案 迫使他要求欧盟延长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 3月29号正在倒计时 英国政府目前又迟迟提不出一个 皆大欢喜的脱欧方案 这种焦虑不仅限于英国人 就连居住在英国的欧洲人 也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影响 这一所坐落在伦敦的瑞典教堂 有来自瑞典 德国 法国 爱尔兰 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信徒 对于脱欧大线步步逼近 加大了他们的恐惧 Since the referendum we have been living in a state of constant fear for over two years we didn't even know anything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to us nothing there was no information then there is this constant propaganda against EU citizens from the government down to people in the street 脱欧牵一发动全身 如今牵引的还包括英国人 以及长居英国的欧盟公民 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 脱欧程序目前的状态依然不明朗 美伊虽然带着Plan B闯关 但依然要等待一个星期后的表决 英国脱欧不折不扣就是一场人造的危机 眼看大线即将到来 但还是找不到解决方案 我说这个年头还真的是什么都可以人造 以后要看流星许愿就不用苦等了 直接来一场人造流星雨吧 欢迎回来 英国学者马修赫奇斯 也就是Matthew Hedges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起义事件呢 是 快速地来 简单地来说一下 他就是一名英国的博士生 原本在英国一所大学就读 去年的5月 当他在阿联酋离境的时候 突然被逮捕了 原因是阿联酋认为 他在帮英国政府搜集情报 危及国家安全 他就这样被阿联酋以间谍罪名 判处了终身监禁 不过他坚称 自己只是进行学术研究 根本不是间谍 他的家人也不断地求情 英国外交部部长就呼吁阿联酋 重新评估这起案件 结果非常戏剧性的是 阿联酋政府放任了 放任之前 阿联酋还公布了一段录像 就显示赫奇斯承认自己 是军情局六处的成员 说他是百分百的特工 不过阿联酋就表示 会释放赫奇斯 那是该国的国庆日 颁发的特赦令的一部分 就这样赫奇斯不明不白地 被囚禁了将近七个月 是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他在接受路透社的访问时表示 依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 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情境里头 到现在他都还回不过身来 说自己为什么被抓 他到今天都还不明不白 然后就是 是一连串的拷问 那对于阿联酋释放他承认 他认自己是间谍的视频 他又有什么解释呢 正当他以为他下半生只能终身渐进在阿联酋时 事情发生了戏剧化的转变 虽然现在的赫奇斯已经获释 不过这种戏剧化的转变 没有人理解当中存在了什么差错 阿联酋政府为什么会对他做出这样的指控 他目前只能慢慢復健 期盼这只是一场发生在他人生里的噩梦 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似乎什么发明呢 都感觉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了 但是今天的环球最新鲜呢 实际上要带着某种程度的感慨了 感慨什么呢 就是我们过去用漫长时间等待流星雨 再到真实看见的那一刻 那种难以言喻的激动的喜悦 今后或许就不会再存在了 就不晓得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在日本就有一家公司 研发了人造流星雨 那预计明年就可以为地球 带来第一场的人造流星雨了 这颗可以制造流星雨的人造卫星 在进入指定的轨道之后 会释放出微小的金属颗粒 然后在大气层内燃烧 就形成了流星雨的效果了 当然这个玩意儿价格都不菲 不过已经有来自中东地区的富豪订购 说是要用来庆祝孩子的生日 你说夸不夸张呢 要看流星雨需集合天时地利和人和 有的人甚至不惜花上几天的时间来守候 可是现在的日本已经研发出人造流星雨 让你不再需要等到井都长了 日本太空创业公司ALE在18号上午 成功发射了爱普斯隆四号固体燃料火箭 这颗卫星会收集地球大气层的环境数据 确定打造人造流星雨的可行性 等将卫星送到指定的轨道之后 它会在太空释放出直径大约一厘米的金属颗粒 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会燃烧起来 形成流星雨的效果 而人造流星的发光时间和亮度 都比自然流星来得更长和更亮 ALE公司从七年前开始筹备 预计将会在2020年的春季 在广岛上制造全球第一场人造流星雨 让200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奇景 该公司还声称这些颗粒并不会对任何现有的飞行器造成威胁 因为这些金属颗粒将在距离地面60至80公里以外就软禁 无需担心环境污染的问题 当然人造流星雨价格不菲 但是18号的发射就已经耗上5000万美元 但该公司目前还没有公布一场人造流星雨的定价 这么贵的流星雨秀 我们还是在旁边蹭着看看就好了 真正实现人造流星雨之后 不晓得大家还会不会珍惜自然流星雨呢 或许也不必太感慨 至少现在大家都还是非常珍惜天文奇景的 最近有一个超级血狼月亮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说的也是了 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美 月球表面因为地球大气层对阳光的折射而呈现出红色 是 这个染红了西半球夜空的天文奇景 罕见就是在于它是由超级明月 血月 还有狼月 这三个天文现象结合在一起 是 而且我们的亚太地区是没有办法看见的 不过没关系 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透过镜头让你一次过看见出现在南美拉 北美 还有欧洲部分地区上空的超级血狼月 我是金川 我是佳德 环球透视明晚再见 晚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